好 主播各位观众 记得人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台体电位在日本九州的熊本厂JASM 我们在一场的东侧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整块的空地直接被铁皮给围起来 而我们透过这个这个透明的这个帷幕里面可以看到说现在有不少的怪手正在挖地整地了 那目前呢可以看到说这块二厂呢是预计呢最快在年底可以开始动工 不过根据台经的董事长魏哲嘉最新的说法是表示说目前JASM一厂已经完成所有的制程验证 要在明年第一季量产了那明年呢第二二厂的部分也预计最快会在第一季的时候正式动工 新建预计将生产六到四十奈米制程技术的这个晶片那一二两厂呢合计未来的这个月产能 可以达到十万片晶片那么魏哲嘉也有提到说未来不排除如果再经过当地居民的同意 而且一二两厂可以稳定运转的话接下来会不排除再增设第三工厂 不过要解决交通还有水电等基础建设仍让地方政府相当头痛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没到上下班尖峰时段由于这边要进入半导体产业园区的道路就是这么的宽 也因此呢都会上演塞车的噩梦 像记者今天一早七点从熊本车站出发就塞了将近一个多小时才能抵达 不过由于台积电所带来的这个外溢效益相当的惊人 说过未来十年将会地方创造了超过十一兆日元的这个经济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台电周围的这个超商呢 也出现了一些中文标示希望吸引台湾人过去消费 而此外呢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在十月二十三号的时候有一家台湾在不动产 在东京设立不动产据点的这个不动产业者呢 也大举差其在熊本 那我们看到说现在呢眼前我们有看到这个中文的不动产广告 那就是他们也在预告说他们已经进入在熊本当地 并且插旗在距离台积电JASM 车程只要15分钟的一个光之声生活圈 那这里呢也是一个当地附近最热闹的一个生活圈 那一日我们掌握到的消息是说 在这一条光之声的生活圈呢 除了有百货超商知名的连锁餐饮品牌 目前在地呢也只有两家日本的一个不动产业者 也可以看到说台积电设厂之后一年后的变化 已经有明显的值与量的改变 以上就是信者在熊本最新的星星 把时间镜头交换筒内